大家在冒着雨 然后在这放弃星期天休息时间 这份缘分能够聚在这里 我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保险的点点滴滴 首先应该感谢两个会 IT和东北同乡会 给了创造这么好一个平台 给我一个机会 给大家一个机会 给我们社区一个机会 能够有机会来进一步了解 什么是保险 为什么我把这张广告给打到最前面呢 像这张广告有很多朋友事后跟我说过 他说岳京生 他说你所有的广告里面 这张广告最赶的 这是一天啊 我女儿那五岁那一年 她趴到我身上跟我说 爸爸你是不是保护了很多人啊 后来回头我跟我老婆说 我说怎么回事 她怎么会说这种话 我习惯就说了 他说你不是整天在说保险吗 他说那天啊 他还问我 就问我老婆 爸爸保护没保护 说英文的人 他那时候闹不清楚 是美国人 他说说英文的人 然后随后就指到电视里面 一个人说 爸爸保护没保护他呀 我习惯回过头一看 你猜谁啊 George Bush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那边呢 我就把这双 这句话呢 当成广告词 给放到了广告上 华商年鉴的广告上 很高兴 找到一个高手报 设计这份广告 他这个 他这个用了一个 很随意的限格 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一个做保险人 是生活家庭的 跟你很亲近的一种感觉 完了以后呢 这张照片啊 实际上是一个 留胡子的照片 那一年海啸 我那年那个Christmas 放假的时候 我跟我们办公室住手说 我说我今年啊 想留留胡子 他说你为什么呢 我说如果说 今天我做得很好的话 到年底了嘛 我说呢 那一年好像伊拉克战争 我说还有很多人 不如我们的 我以前是军人 所以说呢 我一听到打仗了 我心里就难受 我不管是什么战争 所以说呢 我说肯定很多人 很不如我们 所以说呢 我想留胡子 留一下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 今天年底结账的时候 发现不好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也是叙叙明智 明年在街头干 后来我们助手说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海啸 走了很多人 所以当时就留了这条胡子 到了上海呢 拍照的时候 我妈说 你千万千万把胡子刮了 不然的话 仍然以为你对社会主义不满呢 他说留了胡子 这么着 后来就 这条广告是我最喜欢的广告 回头我告诉你们 这谁给我设计的 好 今天呢 呃